哈喽大家好,今天跟大家分享香蠢炒鸡蛋的做法 首先把香蠢择洗干净,然后焯上几分钟 焯好之后的香蠢会由红色变成绿色 准备好两颗鸡蛋 鸡蛋有一些腥味,可以加一些醋或者柠檬汁都可以 这样可以很有效的去除鸡蛋里的腥味 接着放上一勺盐,然后把鸡蛋打散 搅散之后香蠢也放凉了,我们把香蠢切碎 去掉比较粗的老根,这样口感会更好 然后和蛋液混合 锅内倒油,油热之后 把调好的香蠢蛋液倒入锅中摊平 凝固之后再用铲子铲碎 这样做可以让你吃到的每一口香蠢炒蛋里都有香蠢 今天的香蠢炒蛋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,欢迎订阅我的频道仰望美食 也欢迎为我点赞,转发,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,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